一人宋达明与老婆红柏蓉自从开始上上节目分享家中趣事之后,便广受大家欢迎,两人也一起开了个粉丝专页,宋达明和红柏蓉爱的粉园,和大家分享家中两个小孩的大小事,和粉丝互动温馨,然而他们家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完美。 事实上,他们的小女儿宝妹,五岁时就被医生确诊失聪,让夫妻两打击非常大,心里满是心疼,红柏蓉甚至一度窝在家里两个月天天以泪洗面。 后来仔细检查后,医生告诉他们,宝妹虽然右耳丧失了听力,索尔却是一切正常,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不造成影响,只是没有环绕音响的效果而已,让夫妻两暂时放心不少。 不过后来红柏蓉必须讲话非常大声女儿才听得见,带她再去做检查后发现,索尔听力竟也渐渐受损,让宋达明全家再度被乌云笼罩。 本来因为积极治疗,让宝妹的耳朵渐渐转好,一家人去海边时宝妹还开心分享说,我可以听见浪花的声音,听得超级清楚,让他们夫妻两声感欣慰。 却没想到9月18日当天,宋达明夫妻两接到宝妹从学校打来的电话,说她耳朵听不太清楚,红柏蓉表示,宝妹自己也懊恼落泪,觉得为什么耳朵又这样,夫妻两当下虽然也不舍难耐,但是为了宝妹,两人还是努力表现镇定,安抚女儿情绪。 好在当天带女儿去一直都会去的中医针灸之后,情况又再度好转,尽管宝妹有助先天的小缺陷,宋达明和红柏蓉依然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棒的,连平常和妹妹吵吵闹闹的大儿子,也是非常体谅,体贴助妹妹,据说因宝妹的耳朵不能坐飞机, 所以宋达明一家四口从来不出国,对此他们夫妻难免对儿子有点愧疚,不过儿子却从来不会感到不满,而是以,只要妹妹好就好,不坐飞机没关系。 这般说辞让爸妈放心,暖心程度让父母好感动,宝妹小小年纪就要面对身体上的不顺心,实在让人好心疼,好在家人从来不吝啬对她的关心和照顾, 让她能够不用自己面对这一切,希望宋达明一家能够永远保持正面思考,快快乐乐过每一天。